你咯咯干啥了 嗯 三月四月看梨花你不知道吗 虎如一夜春风来 我前数万数梨花开 你光看梨花吧 看梨花能挣钱吧 你不找过去 多有钱就有钱呀 那你最起码的假裁弯罐 假裁弯罐 咦 弯罐不弯罐我不知道 反正我能让这个看到吃视频的人 假的非常的有猜 每年梨花开的时候 都是大爷家小狗出篮的时候 就是这个小屋 对 你不要看他破旧不堪 但是屋里面住的 都是猜拳里面的天花板 这边已经到大爷这个犬舍了 他家的种狗 看下这个是五个多月的 铁包金色小母 非常的漂亮啊 雄花配色都有的 表现挺好的 这边是一只小豆柴 你看这家伙多年人 地地道道一个小天狗 来往这边看一看啊 这边有狗妻子这两只 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这两只都是从 这个 包括 呃 这个 岛国 进口来的 据说还有一个 日本名 哇 我的天 这个家伙叫什么 A186 A186 是那个通缘突然的作将吗 靠下午就到作为了 那个A186 对 没错 就是那个球银权车 你看他的股价 犹如24寸的论台 非常的扎砖游击 你看他的眼睛 犹如那个雷射大的 简直就是这个 猜拳界的 胭脂天花板吹的 天花板 那他不是狗总的碰云样 哈哈哈 别闹了 黑天无厌主 咱们一起去看看小狗吧 A已经到小狗的产房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是小狗的妈妈 长得也是很漂亮啊 脸也特别懂 来这边 可以看一下 小狗 这怎么还有一个白色的 这你就不懂了 柴犬有三种颜色 想看的话可以了解 翻一翻我上期视频啊 有这个白色 色色 还有铁包金色 他怎么 还不一样大 那个白色的 大那么多 白色的这个 是上一窝的 他俩不是一窝口 知道吗 这是小豆柴 成年以后 二十斤不到也就十几件 其余的这个黄色 是标准台 咱们拿出来看吧 好好好 然后把这个小狗已经放出来了 记得戴上这个 吹一口消毒更好的手套 这边这三只就是咱们今天订的小猜犬啊 非常的漂亮 小脸反正特别的干净 但是呢有一点内秀 没有打理过 非常的可爱 来 给大家看一下 整体的结构 和体型 你看他的小脸 来 看他的小脸 圆润饱满 耳朵也已经立好了 你看这边的体型也非常的漂亮 哎 你讲过就讲过 你童然的顶 你懂得对 这叫子后发生 啊 那你说他的尾巴鬼还是卷的吗 我 我还真不知道 这叫菜圆广景 行行行 我说不过你 我说不过你 哦 那养菜犬的是不是多像为了发菜才养菜犬 你懂得真吗 咋的关系 就是不发真话 还有你吗 这个小狗啊 非常的活泼 而且很粘刃 是非常有秀的伴侣犬 适合陪伴了人和小孩 让你的孩子不再看收集放下收集去潜着小狗 喇了师尿尿尿 然后培养一下他的耐心和真韧性 那你说的什么好 这个小狗的多少钱 想要了解 财犬真正的价格 可以翻一翻我之前的试课 还想看我排什么小狗 记得让你去留言